安省小學教師工會將在兩個月內 與8萬多名成員舉行連串會議 商討是否進行罷工投票 何家碧的報導 擁有8萬3千名小學教職員的 安省小學教師工會今天發出聲明 主席哈蒙德表示 將會在這個月底至到10月份 舉行會員大會 包括就是否罷工進行投票 工會表示需要獲會員授權 同政府就特殊需要學生、小班教學 全日制幼稚園和公平透明的招聘建議進行商討 工會目標致力於談判卓上 達成公平合理的集體協議 而無需採取任何罷工行動 代表中小學教師、天主教和法語教師 以及非教學崗位工作者的五大工會 與資方的合約在過去勞工節長周末到期 代表5萬5千個非教學崗位的 加拿大公務員工會 已經向勞工廳申請不調停報告 最快將於今個月23日 處於合法的罷工狀態 今個月早前教育廳長表示 正在努力與教育工作者達成協議 正在努力與教育工作者達成協議 正在努力與教育工作者達成協議